北洋出局之後呢 現在打擊要輪迴到第三個地方 正達紅 正達紅的前兩次的打擊當中呢 有一隻安打一個打點 就是在表點圈有人的狀況之下所擊出的 目前呢牛隊2比5反而是落後了3分 從目前 比賽前1分之1來看呢 牛隊今天所採取的 投手調度的策略呢還是 風險性比較高的 還是因此付出了一些代價 會影響到第二任投手的熱身 也蠻難找那個時間的 那這樣其實對第二任投手 像剛才來講也很累 隨時都得準備 當然這也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之一 最好當然還是 正中有四位主戰的 比較正常一點 可能是最好的 那現階段的需求可能四個也不夠 因為有些時候有一些不在 一個禮拜等於要打無償比賽 最好是有六位 就比較好調度 那以國內的這些先發投手來講的話 要找到六位不容易 四位都不容易 四位都湊不滿 好 大家記得正大紅 這個球是 一棒落空 形成的良好幾個塊 不過這也是公平的 你如果有較完整的戰力 成績就比較好 對 那也不怕什麼英語元代 等等的這些狀況 打者呢乾脆喊了一個暫停 因為投手呢 只是沒有出手 自打球 打到了正大紅自個的腳上 啊 一二二三 今年呢這個對戰組合 在上半季呢 是一勝五敗 下半季是 統一四隊呢 六勝一半 一直到昨天呢 才 在下半季呢 首度的敗給了新童牛隊 今天呢又形成了一場 這個感覺起來 變數還蠻多的比賽 六球打成了一个内的滚地球 二雷手杨森接到之后呢 传一雷形成了三出局 目前呢